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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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夫上之天文 下之地理 这道数学题我解得明明白白 只不过没用你那什么XY而已 老夫学算筹的时候 你还没出生呢 你今年多大 八十一岁 我今年十岁 我没出生的时候你学的算筹 所以你是七十一岁学的 你留期留了六十年 你谁教你这么算的 对了 因为小鱼的星途和我相通 所以她让别人产生的怨念 也都加到了我身上 就吕小鱼这性格 简直是外挂般的存在 孩子我帮你带了 现在你来跟我学见 好啊 以后还得劳烦老爷子 每天监督小鱼的功课了 小鱼 加油 小叔啊 从今往后 你就带着这些负重生活 最轻的三十斤 最重的三百斤 可是 道元般的功法 是可以直接增强力量的 十学进 此人力之贯同如是道三角 对功法的了解 没人比他更出色了 但功法是功法 以破修行 是另一个事 道元般的功法 是他搞出来的 难不成又是一位天罗 但目的其实在于速成 而见到意图 欲速则不达 你现在最轻的 由轻道众 循序渐进 这个有点轻 换个更重点的 那是三百斤的 老爷子 其实我已经 觉醒力量戏了 不错不错 时代真的不一样了 那您到底 要教我点什么呢 啊 啊 我要教你 这世上万物皆可战 这是剑纲 世事无绝对 有时候会识样不如经一样 海洋再多 大可一剑战之 空披一千下 尽全力 同时感受自己的肌肉变化 如果一个强者 连自己身上的零件都能够翻美驾驭 那他就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强者 肌肉没有剂 人才有 当一切成为本能的时候 剑法才能登堂入室 剑招千变万化 而真正的高手 心中只有一招 一招 不是致敌的那一招 一招 一招 小子 你觉得什么样的人能成为强者呀 实力强大到无视规则的人 应该算吧 你说的是结果而不是过程 而不是过程 我想问的是 你愿意承担更大的责任 更大的责任 我的责任 就是好好地活下去 把小鱼照顾好 看那个时候 你不仅能够照顾好你妹妹了 也有余力去帮助别人 如果别的什么人 要给我其他责任 我想我不会接受 因为我的成长 也从来没有依赖过他们 你不要这么偏激 我生活的并非不幸福 也没什么心理应用 我 这点经历也不算什么 只能说是人生道路 有点坎坷而已 但是 光是努力活在这个世界上 对我来说已经很吃力了 所以抱歉 我还没打算拥有什么 崇高的理想 我明白了 人格有志 我会继续倾囊相守 不过 我有个条件 放心 只是我的一件私事 好 责任行 必有我失焉 还是你出的主意好啊 可不是吗 小姑娘正长身体呢 特别爱吃 你给她买点零食 她指定对你印象改观 不请自来 老前辈不会介意吧 哪里哪里 小鱼 有朋自远方来 后面怎么说呀 有朋自远方来 虽远必诛 石血剑 此人立之贯同如是道三角 难道是那个天罗地网的高层 不行 我得回去看看 小鱼 李树 你怎么回来了 哦 哦 我 我回来拿点东西 哦 我帮你拿 小兄弟 你是 哦 洛城外语学校 高二三班的学生 哦 我看这少年心性不错 您没想过要收他为徒吗 积极自治 不想浪费时间 今日与老前辈交流剑道 获益匪浅 宝贝石血剑 就不耽误您的时间了 只是 还有句话 要告知老前辈 请讲 国内各处遗迹都有重现人间的迹象 然而即便是遗迹 也属于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旺开启之日 既今会不要插手 您可以一剑斩了我 没人拦得住您 去吧 斩你干什么 多谢 还是那句话 天罗最后一席 我们虚席以待 期待能与基金会合作的那一天 毕竟 我们也渴望世界和平 这位是 石血剑 立级高手 天罗 普通人 天罗 天罗里 唯一一位 毕级之下的普通人 放心吧 我教你剑法的事情 不会让别人知道 再说 你一个 我紧急急自制的道远班学生 有什么好怕的 小鱼刚才没惹那位生气吗 你问问吕小鱼 有棚子远方来后半局是什么 有棚子远方来 不亦悦忽 里面是纳家喝进 有空你测一下 我看看到底是什么子制 洗髓果实有多神奇 现在就能见分响了 甲鸡 甲鸡 这什么情况 图图是没有啊 我的这瓶 跟我的星图有点像 你的呢 我的也是 难道甲鸡之上 还有更高的等级 小树 什么等级啊 都是几级 一闪一闪 两晶晶 满天都是小星星 原来这第二层星云 是提供防御自保的能力啊 不知道小鱼修炼得怎么样啊 小鱼 赶起床了 小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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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叔 我突破第一层星云了 星途上面出现了一个黑洞 你也突破了 我刚才也 什么 你也是刚才突破的吗 我怎么会跟你一样 我刚才都突破第二层星云了 这黑洞是干嘛的 能放出来吗 没办法 只能在体内 这是 是 我刚才突然能感觉到周围刚死掉的生物的能量 这是一只昨晚死掉的小蚂蚁 我心里想着把它招出来 黑洞就把它吸进去了 然后它在黑洞里面变成了这副模样 现在它能听我的指挥 触感跟真的一样 你看看 自己能吸纳几只蚂蚁 有了 有了 不行 只能吸纳一只 新的刚进去 老的就消散了 好鸡肋的技能啊 对了 这黑洞的吸纳容量 可能是以个数来计算的 你换个别的试试 这小麻雀你能控制多久啊 消耗星辰之力吗 没有时间限制呀 什么都不消耗 全城都不消耗吗 它在黑洞里凝聚出来的时候 需要消耗一点 小蚂蚁消耗少一些 小麻雀要多一些 原来消耗星辰之力的数量 取决于凝聚目标生前的质量 如果是觉醒者呢 我们去墓地 那里死人多 拉一个出来玩玩 不行 那里面躺着的大部分都是普通人 生前又没有太大的罪过 人死如灯灭 你把人家拉出来算怎么回事啊 那怎么办 我想凝聚一个厉害点的 我有办法 走 带你去一个地方 这就是你说的解决办法 所以我是要拘一头猪 当一个骑猪少女 我这不是想让你先适应适应吗 猪的力气其实很大了 对了 剑东楼那边有家驴肉汤 他们每周一都会在门口宰头驴 到时候你还可以换新的呀 你的意思是 骑猪变成骑驴 驴树 你还能再看点吗 小鱼 赶紧把你的猪猪招出来呀 看起来好像挺厉害的嘛 驴树 你干嘛 我得试试 你这猪到底跟真猪有什么差别呀 这样才能知道实力 嗯 这样看来 这猪跟真的猪确实没什么差别 嗯 驴树 你 触感也一样 对了 如果是能量体的话 如果是能量体的话 对了 如果是能量体的话 所以大早上你带我去屠宰场 蹲了半个小时聚来的猪 就这么没了 哎 都怪我都怪我 嗯 我给你做一周的番茄炒蛋 两周 哎 日前 我是南边鄂州发生的 觉醒者银行抢劫案中的 三位犯罪嫌疑人 正在向我师方向逃算 已导致十七人重伤 三人四亡 真好吃 真好吃 外出警察炎炎 夜间警察不要单独出现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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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哎 李硕你也补补 放心吃吧你 锅里还有呢 哈哈 哈哈哈哈 那我还要添一碗米饭 你想到什么了 总成天傻笑 我在想 咱们现在天天都能吃番茄炒蛋 我挺有成就感的呀 要是能把这小屋买下来 就更好了 坏了什么东西 也不怕房东让我们赔 你好好吃饭 我出去一下 我也能感受到 你得带我去 保证不拖累你 好 西飞 西飞 地界 我有胸部特写的 如果不是那一天星光照亮的世界 天本地烈之前有你在身边 过去参数的声又怎能轻描淡写 但却被化作一团火焰 脑内的旋律一直回响 一生一生 顺乎他诉说我到底来怎何方 一世中的星图在满面乎上 是我中有他 还是他将我点亮 他能轻轻地逃到所有正义 我只是为了把自己展现 我只是为了把自己展现 不轻轻地淡写 但却被化作一团火焰 若不是为了谁 或反抗付出一切 我明白时间是那最为可贵 这可有情事总需要有人去实现 为何 为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不是想要要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的关注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噢个人们来说本来